第879节 李泰在刘俊宝的帮助下费力的爬上战马 跑了两步又把战马兜了回来 不放心的看着云叶手里的工具 大声的说 你真的不许动啊 云叶烦躁的挥挥手说 哎呀真的不动 眼看着李泰走远了 云叶才拿脚踢着这辆破车 到处都是毛病啊 这避震弹簧呢 也不知道在外面加个管子 用后轮子控制方向 这简直就是脑残的 把方向盘设计成船舵的样子 不知道是不是抽风之后的结果 如果发生车祸 轮舵上的把手会直接奔着下体而去 嗯后果凄惨啊 刘进宝惊讶的看着自家侯爷 在一个时辰之内 就把魏王的爱车拆成了零件堆在油布上 然后就回到书房写写画画的重新设计 南边的舰队回来了 云叶当然很高兴 但是最高兴的该是书院才是 程楚亮在信里说 书院的学生损失了三个 但是成果非常的丰硕 这一路上的景观和人文都详细的记录了下来 唯一可惜的就是蛇人不好找 好多第一手的资料没办法从俘虏的嘴里得知 俘虏 赖传风的手下会有俘虏 云叶摇摇头 摊开一封空白的奏折 开始给皇帝上书 要求重赏这批探险者 这样的文术 长孙冲储随梁是不会反对的 因为北方舰队回来 同样的需要这样的排场 至于独孤谋不足为虑 只要云叶和长孙冲同意 他的反对就是无效的 当然呢 如果长孙冲和独孤谋一起反对 云叶的奏章也会被中书省触落下来 根本就送帝不到皇帝的面前 这就是最基本的政权模式 少数服从多数 一般来说 只要符合两家的利益 基本上就会符合大部分人的利益 不管是云叶还是长孙冲 或者独孤谋 都在谨守这一条理 只有利益冲突到无法调和的地步 才会请皇帝仲裁 李承前管理的国家大事越来越多 现在朝堂上的事情 已经可以一言而绝了 他唯一不能触动的权力就是 十六位以及玄甲军和岭南水士 这是皇帝给自己保留的最后防卫手段 长孙皇后 以皇宫的空气太差 不适合养生为由 奏情李二同意之后呢 夫妇如今搬进了御山城 同时搬进御山城的 还有诸多的嫔妃 御山的好多房子都被征用了 包括那套御池宫 送给老常的那套缺心眼的别墅 在公布的一声令下 风景最美的几处别墅轰然倒塌 五千名工匠正在日夜赶贡 修建一座新的宫殿 名字叫做林德殿 云间的别墅也没了 皇帝霸道的说了一句 朕打算养老 要求赔偿的话语呢 立刻从正式提出 变成了一个有趣的玩笑 唯一不好的一点呢 就是御山城快变成一座冰城了 城墙上站满了密密麻麻的军事 各种城防装备一应俱全 也不知道皇帝在提防着谁 孝心可嘉的李承前 竟然把杨妃的玻璃房子 也搬迁了过来 不知道费了多少人工 竟然和以前一模一样 这样一来 万民宫就变成了李承前的办公之所 两宜殿也成了李承前 新皇后高室的住所 天下人谁都看得清楚 李承前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虽然他依旧顶着一个太子的职鞋 掌握国家大事 谁都清楚 如今的皇帝陛下 只是一个象征而已 这或许就是李二能够做到的极限了 云叶两次求见李二 想亲自向他祝贺 得到的答复呢 却只有一个字 滚 没了李二和长孙的皇宫 云叶再也没有踏进去的兴趣了 而且呢 他在云家祠堂 似乎住得非常满意 校期满了 他也没有搬离这里的打算 云叶忙得厉害 闺女出嫁 没有一辆漂亮的轿车送行 这怎么可以呢 所以李承前的研究室 就变成了他的研究室 不得不说 这里的设施太齐全了 想要什么样的东西 工匠立刻就会给你制造 从钢铁制品到皮匠 一应俱全 李泰设计的马桶一样的座椅 被云叶给扔掉了 换成了真皮的 李泰设计的炮桶一样的烟筒 被云叶给设计到了后面 谁喜欢一边开车 一边吃烟灰 现在麻烦的就是轮子 没办法做出内胎来 硬牛津制作的车轮 开起来依旧颠得厉害 再加上弹簧咯吱咯吱的响 蒸汽机发出火车一样的怒吼 除了新鲜以外 真的还不如乘坐马车呢 就在云叶拿着一个铁皮卷成的消烟器 考虑安到哪里的时候 实验室的门开了 长孙用四轮小车 推着李二走了进来 也不出声 就站在那里 看着浑身污迹的云叶 拿着一个铁皮筒子 不断的在那辆怪车上 比比哗哗的 本来正在深情的 闻着火油筒子的旺财 第一时间就感觉了漫天的杀气 激紧的躲到云叶的身后 云叶不解的看看旺财 却从旺财大大的眼睛里 看到了长孙和李二 好好的大财 为什么不去朝堂施展身手 把精力全部放在石头这辆车上啊 不值啊 李二发话了 这个时候的李二 心态好像更加的平和 语气不在急促 多了两分 闲散意 云叶放下手里的消音器 攻身对李二说 朝堂已经形成了新的平衡 微臣不适合加入 其实现在的样子也很好 作为帝国的楚国公 国家的命运和微臣的命运息息相关 该微臣说的话 微臣一句都不会少说 只是少了一些形式上的东西而已 清洗过满是油渍的手 云叶将李二推到实验室的窗口 这里空气疏通也舒坦一些 四月的长安呢 已经变得有些闷热了 接过云叶端来的茶壶 李二饶有兴趣的瞅着那辆花花绿绿的车子 笑着说 车子弄好了 朕也上去坐坐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看看集合了大唐 两个最聪明的人的智慧 造出来的车子 到底啊 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朕在来这里之前 先去了你们城里的火车制造作坊 嗯 很壮观啊 难道说 你真的打算 让这种铁嘎的 跑得满大唐都是啊 云叶笑道 这是必然的 现在阻碍大唐发展的就是运输 铁路一旦修建完毕 不出二十年 他们就能为大唐社会的发展 注入一种新的活力 你想想啊 长安到洛阳 四个时辰足够了 这还只是最初的速度 等到火车被进一步的研发之后 他的速度就能达到更高的水准 到时候 这个时间还会缩短 微臣认为 两个时辰跑一趟 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时间 太子殿下也开始筹备 从洛阳到晋阳的铁路 而后再从晋阳 铺车到卓郡 按照这样的速度铺设下去 百十年后 铁路就会取代船运 成为大唐最主要的运货方式 天嵌变通途之后 地方与地方的交流变得紧密 也会从人心里缩小大唐的版图 最终将所有的疆域牢牢的束缚在一起 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样的整体应该是无敌的 李二轻笑一声 示意云叶把他推过去 他想看看那辆车子 他的腿现在很不得劲 想起来走两步非常的麻烦 整个上午 云叶都在给李二和长孙 介绍这辆车子 等到他消音器安装到排气筒上 这辆车子的初步改装 已经完成 现在就等着做最后的装饰 李二现在终于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 整日里不是出没于孙思淼的药店 就是出现在书院的图书馆 有时候还会进入课堂听课 和年轻人讨论一下具体的朝政 只是对于朝堂上的事情 从不过问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 既然已经交出来大权了 不去经营 过问 这对谁都好 十六位的兵权 李二也不可能掌握的太久 单独的兵权 就是无缘之木 没有可能持久的 十六位的将军 也有一个战队的问题 现在形势明朗 李二就算是手握重兵 对李成前的威胁 已经很小了 云叶相信 等到李二交出兵权的那一刻 一定会是李二善位之时 终于等到云木出嫁的那一天了 云叶的车子已经修整好了 这辆美丽的车子一问世 就引来无数人惊叹的目光 现在的车子 早就不是李太满世界开着丢人时的样子 整辆车壳 就是白银和黄金堆砌起来的 虽说都是压榨的很薄的银板和金箔 那重量却已经不轻了 不用上漆 只用抛光 整辆车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这就是云家嫁女儿的车子 别人家嫁闺女儿都会哭一鼻子 云木不会 见到车子跑过来 搂着父亲的脖子撒娇 希望父亲能把这辆车子送给他 这可不成啊 一旦送给云木 李太会发疯的 云木在要求得不到满足之后 这才想起来哭泣 也不知道在哭泣没拿到车子呢 还是在哭泣要嫁人了 车子是云欢开到阎家的 在将姐姐送到阎家之后 她只短暂的停留了不长时间 然后就开着车子 不知道去了哪里 直到半夜才醉醺醺的回到家 至于车子呢 是被吴匹马拉着拖回来的 送云欢回来的小子们啊 见楚国公一脸怒容的站在大门前 根本就没敢靠近 远远的失礼之后啊 就跑了 今年的槐花开得繁盛 云叶就坐在槐树下饮酒 善英回来了 知道她嫁闺女心情不好 坐在对面默默的排着她 等到云叶的心情稍微好些 善英喝了一口酒说 我看到李相出现在独孤谋家里了 不是一次两次 很频繁 超越了一般人的关系 不奇怪 独孤谋想抢个先手 争取了李相 希望能够掌握里程前之后的局面 她准备的很早啊 可惜弄错人了 在陛下将扶上马送一程 这一行为定为祖训之后 城前就绝对不会将年长的子孙 立为皇储的 只会从三个年纪幼小的孩子中选择 督公谋不知道陛下将要立祖训的事情 所以才会将希望放在李相的身上 长孙冲估计是知道的 皇后娘娘可能提醒过她 现在我们就坐下来看独孤谋的好戏吧 等到城前真正的成为皇帝之后 就会宣布立储 到时候 不知道独孤谋会不会和李相一起造反 这些年 李相活动的非常的频繁 确实拉拢了一批人 盯着看就是了 翻不起大浪的 扇婴现在非常的喜欢吃花生 尤其是炒熟之后的带壳花生 将桌子上的花生全部归拢到袖子里之后 就去找吴蛇了 他不喜欢听云叶讲述朝堂上的事情 只要听到就会想方设法的离开 云叶抓抓头发 扇婴不许孩子入室的家规很混账 大鸭很希望有一个孩子能够进入玉山书院读书 然后正大光明的出世 但是扇婴在这一点上顽固的厉害 别的事情对大鸭那几乎是百依百顺 唯独这件事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大鸭跟自己这个当兄长的 那已经是抱怨过无数次 而扇婴的立场啊 从未改变过 只要提起 他就会说 响马的孙子去当官 这是笑话 说起来很乖 云叶前世的时候啊 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虽说来到大唐 被磨练的差不多了 他还是发现 无论高高在上的勋贵 还是底下的百姓 想法其实都差不多 酒色才气 同样会影响到他们 他们的智慧呢 也不见得比别人就高出多少 唯一比百姓开阔的 那就是眼睛 眼界这东西是后天形成的 不是天生的 云叶就想不明白 已经被培养了这么久的理想 咱们不论如何改变 如何学习 到了现在依旧还是一个 看不清前途的蠢货呢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这两样他都干了 除了培养出他更多的野心之外 好像没有多少进步 或许是他太在乎那个皇位了 李治事件结束之后 宗人府对于皇族监管 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不管是远在无地的李克 还是蜀中的李安 亦或是齐州的李佑 哪一个不是把尾巴夹得紧紧的做人呢 他们或许可以奢靡 可以荒淫 但是绝对不会主动去威胁皇权 安分守己 无所作为 才是藩王最大的本分 他凭什么认为都水街和宗人府 就会漏掉他呢 云家都有皇帝的探子存在 这一点 云也很早以前就知道了 但是他从来没有去追查过 因为不知道会是谁 查出来那才是大麻烦 有时候难得糊涂 也是一种活人的道理 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哪个勋贵之家 查出皇帝密探的事情 云也在皇城活了这么久 一件都没有听说过 在这个事情上 不管是长孙无忌 还是云也 亦或是别的勋贵 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闭嘴 九百天校期早就过了 云也固执的 把时间延长到三年 一下子就招来满世界的赞叹 一丝杂音都没有 笑到在任何时候 都是正确无比的 不过云夜也不像以前那样 一步不出家门 而是开始去书院教书 书院能教高等数学的先生 实在是少得可怜 抱着书本 从教室里走出来的云夜 充满了领略别人之后的快感 那些傻蛋学生 自以为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数学 以及简单的几何学 就能够笑傲天下了 云先生讲的科目 他们发现自己一个字都听不懂 要了解什么是函数 首先要理解函数是发生在非空数 及之间的一种对应关系 然后呢 要理解发生在AB之间的函数关系不止一个 最后呢 要重点理解函数的三要素 不要说学生们在犯迷糊 云夜的水准也只是勉强理解 而不是精通 现在接触的还是最简单的一部分 至于高深的部分呢 完全需要他们自己去探索 反正云夜只打算提出这个概念 而不是告诉学生们到底如何理解 黑板上留下了无数的十字线 以及许多弯曲的线段 这些东西应该能够扑灭这些家伙的求学心思吧 云夜听到背后教室里传来的哀鸣声 心情更加的愉快了 这会触落掉好多不合适学习高深数学的学生 但是有一些变态呢 总会从中找到开启大门的钥匙 比如张公锦的一副子 就是其中的一个 看到这个钻研数学 已经钻研的快要傻掉的小子 云夜知道 这家伙是真的傻掉了 快二十岁的人 瘦的就像是个豆芽 两只眼睛也已经高度近视了 看什么都色眯眯的 不过老天对这样的人向来忧耐 想到僧义行就是这家伙的孙子 云夜看他呀 怎么看都顺眼 秦学奋进的学生很讨厌 总是会有无数的问题问你 不管你脸色如何难堪 他也不会放过 明明先生都已经告诉你了 这是一门正在研究的学问 后面太惊深的问题呢 先生都没有答案 他依然要问清楚 为什么先生这里也没有答案呢 最后还会用质疑的眼神来看你 连提带踹的年斗学生 转卧身就看见怒气冲冲的元璋先生 虽然云夜已经混到了人臣巅峰 但是在玉山书院还是排不上号 依然是一个小字辈的 不论哪一个胡子发白的家伙呀 都能过来训斥一番 使者 寿也传道解惑也 你不能解惑 当告诉学生正确的路径 恼羞成怒 岂是为人师表的做派啊 伸手 堂堂国公啊 被当着无数学生的面 挨戒齿 那非常的丢人 所以在挨完戒齿之后 云夜越发恼羞成怒的厉害 强忍着手上的疼痛 回头将学生臭骂一通 才算是稍微的消了点怒气 回到家里 刚刚吆喝着要吃野菜 就听新月说 四月天的野菜 长得太老了 这驴子都不吃 这就怒了 一天之内恼羞成怒三次的人 就不是普通人 云夜抬头看看刚走正的日头 觉得自己今天 最少还会再恼羞成怒三次 感谢观看